今天的人氣話題來看到金控三角鏈越演越烈 先是台信金控提高對星光金控的換股比例 而有意搶新的中信金控 在昨天發出了五大聲明回擊 強調第二波49%的股權 公開收購價不會縮水 展現力拼收購星光金控的決心 而台信金控則在今天大動作 買下三大爆的投版廣告 寫下台信 星光 星連星 共創光亮好願景 更要員工股東出席10月9號的股東臨時會 支持台信 星光餅 再次宣誓決心 因為有意稱霸金控圈的中信金控12號晚間發出五點聲明 首先強調一切都是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沒有所謂的合一優先 他們設定的公開收購價格也沒有亂定價 更指出他們現金充足規劃完整 不像台信金控是用特別股做搭配 形同向賣方借錢 更換保證第二波49%股權公開收購價不會縮水 眼看雙龍搶親互相槓上 有專家直言比起輸的再多要拿出多少佩金才是關鍵 我們預計中信金還是會再提高它的公開收購的價格 模式架構 能不能讓星光金的股東買單 這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即便台信金控加價了25% 但這當中卻設計了三年特別股架構 正會在三年後依照發行價全部收回 這會不會讓星光金控的股東持保留態度 台信金雖然提高它的股價 但一個是短期能夠實現的 這個大概是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個就是三年後才能夠 換股的一個特別股 那些有些股東還有一些疑慮 目前新興病的成敗關鍵 還是在中性金控是否要加價 能給出多少誠意 10月9號也將是強行戲碼的決戰時刻 記者魏天成建國特報道